英国归还小岛主权,美国双手双脚反对,防范中国过渡,难怪会闹出矛盾 各位好,欢迎来到赵太阳关家室 有消息说,英国打算把印度洋上的领地迭戈加西亚岛移交给毛里求斯 然而这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极大不满 目前白宫对这一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1814年英国首次对外宣称对迭戈加西亚岛拥有主权 该岛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后来岛上的英国军事基地租给了美国军方 在那大概有1700名军事人员以及1500名的民用承包商 不仅包括港口设施,还包括能够起降大型飞机的机场 总的来说作为美军的海外战略基地之一 该岛多年为美国提供了从中东到印度大陆再到非洲的重要战略控制点 而基于此该岛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作战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属印度洋领土是由查克斯群岛约60个岛屿组成的 而迭戈加西亚则是主岛 线下英国要把这些岛屿的主权归于还给毛里求斯 你不用想美国怎么会答应 当然英国估计也很清楚该岛屿对美国的重要性 所以一开始英国是不打算把这座岛屿的主权还给毛里求斯的 但迫于国际政治和法律的压力 最后英国方面还是妥协了 尽管英国也提出了要求 比如依然要确保英美军事基地的有效运作 但似乎美国方面还是很生气 据悉迭戈加西亚岛对于美国控制中东非洲甚至是大陆 都有着非一般的战略意义 这要是归还了 美国还能控制并且执行相关的军事任务吗 显然这很难说了 这些年来由于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 实际上对此美国是很关注的 而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自然也知道毛里求斯与中国之间越发紧密的关系 尤其是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的一部分 毛里求斯和中国已经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而美国本就对我国存在极大的敌意 毛里求斯在得到该岛的主权后 难保不会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威胁 所以美国正在强烈反对 五角大楼声称当前 美国非常担心北京在该地区 甚至迭戈加西亚岛寻找类似的军事力组点 新举看热闹不前事儿大 英国媒体借此渲染 扬言查克斯群岛很可能成为新冷战的战场 而不可否认 美西方对中国存在很深的误解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又或者是以后 中国都不会跟美国一样 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 而美军在海外增加军事基地 则是为了增加在某一个地区的军事存在 但中国不寻求在其他地区增加这些存在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加降低 一切不过是美国对我国迅速发展产生的担忧 其实就是英人自扰 只是就美国对我国的敌意 不管怎么解释估计都没用 当然在美国已经明确表示极大不满的情况下 英国有意在缓解美国方面的担忧 表示英国即便是把主权归还给毛里求斯 也会对这些岛屿进行为期99年的租借 也就是说在这之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 美国还是可以继续在该岛搞事情 所以事实上英国即便知道这样做会让美国不满 依然选择这么做的原因 是因为该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 伴随着国力和影响力的持续下降 英国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规还主权能避免陷入法律纠纷 所以从这也能看出 美英虽然是盟友 但两国的利益不同 所以引发了矛盾 以美国的性子 保不齐一气之下 就会对英国这个忠实跟班展开教训 不管怎么样 美国处处防范中国 我国已经逃不掉 必须要正面应对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 留下你的精彩评论